他的精神狀況不穩 你包括你剛剛提到的說 你去辦東西的時候 他有這個嘲笑的部分 你會有時候狂笑啊 或者說有時候就是砸東西 他會砸 他甚至連我們家的那個神主牌的燈 他都砸爛了 可是他就是一個很像泰妹的角色 就是他會罵髒話 他會罵髒話 然後我爸如果沒有買到他要的東西 他直接在我面前直接兇他 就是我爸就是那時候開著修雨車 然後就這樣抬中這樣一直繞一直繞 然後每一家他都不滿意 每一家他都說他不要這個他不要這個 最後吃麥當勞 然後我在後面我就看得很無語這樣子 他的模式是這樣 他如果跟一個人好 一開始他會裝可憐 然後讓這個人親近他 可是他等到他拿到一定的詮釋之後 他就壓在你上面 那時候他也是壓了我姑姑蠻慘的 因為我爸爸所有提款卡都在他手上 我姑姑的生活費變成是要跟他要 然後他就是要給不給 不然就是要我姑姑去幫他買菸 或是買東西 就使喚我姑姑就對了 我姑姑是六十幾歲的老人 其實我爸爸是先追他姐姐 我看手機上看到的 你後來是爸爸過世之後 對 然後他姐姐拒絕他 拒絕我爸爸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就跑錯了 喔 我一直在趕他 把前方還給我 把前方還給我 跟他